事前收到了四个元大头银元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因为最近七下的原因 所以说收获收的并不是很多 这一次收到的四个大头银元 都是公伯评级的盒子币 在评级的盒子上面标注的非常清楚 是袁世凯下一元 一元在背面 正面是袁世凯先生头像 这种银元我们叫做元大头银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是一个中华民国三年的元大头 他的评级分数是XF02 02也就是说这一个元大头银元 北京公伯认定他有7 02这个分数从品项上面来说 他要比0609要好一些 06代表的是边上有磕碰 或者说地面有严重的划痕划刹 那种对品项的伤害要大一些 再来看一看第二个 同样他是一个三年的元大头 这个他的评级分数是XF15 就代表这个三年的元大头 在品项上面 他是一个通货豪品 这个是元包浆的 然后壁面上面看得到 他没有严重的划痕划刹 然后编道上面 就是编尺上面 应该也是没有严重的磕碰的 所以说品项分数是XF15 味道品项各方面都还不错 再来看一看第三个 这个他是一个中华民国十年造的元大头 评级分数同样是XF15 也就是说这一枚元大头银员 他同样是通货豪品 正反面的并面 看一看都没有严重的划痕划刹 然后边上他也没有磕碰 所以说他是一枚通货豪品 从他的评级分数XF15 这个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来 整个味道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背面看得到元包浆 传释的非常不错 最后一个来看一看 这一个他是中华民国三年的元大头 传释的包浆 然后正反面看起来都还是不错 没有严重的划痕划刹 也没有戳击 有戳击的话 评级他是09 有戳击对银员的品项是比较致命的 对价格影响也比较大 这个三年元大头 他的重量25.6克 要比一般的元大头要轻一点 一般元大头的重量都是26.8克 这个元大头它是25.6克 从重量上面轻了1.2克 所以说这个元大头非常的特殊 它是一个偷影板 这个偷影板的三年元大头 在正反面 B面看得到它是没有严重的划痕的 之所以是06的这种评级分数 是因为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比较影响品项的科布 所以说它的评级分数是XF06 但是整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全是的元包样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些元大头怎么样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